月球作为地球的一颗卫星成为了很多科幻片的素材 其中不乏月球撞上地球的桥段了 在《流浪地球2》当中 月球就是因为冲破了洛西极限 围绕地球的公传半径越来越小 使两颗星球即将相撞 说到洛西极限 这个词在《流浪地球》这部电影当中并不陌生 在《流浪地球1》当中 地球前往比林星时 在路上就经过了木星的轨道 受木星强大的引力作用 越来越接近地球与木星之间的洛西极限 地球板块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地震 差一点就撞上了木星了 那什么是洛西极限呢 洛西极限指的是一个天体自身的引力 与第二个天体所带来的潮汐力相等时的距离 简单来讲就是两个天体间 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最小距离了 当两个天体的距离小于洛西极限时 体积较小的天体就会在大体积天体的引力下 被撕碎成为第二个天体的环了 图星之所以有着美丽的环 就涉及到洛西极限的知识了 科学家认为原始的图星并没有行星环 是越来越多的星球 受图星引力吸引围绕的图星旋转 由于突破了洛西极限 最终被图星的引力撕碎成为了一个个的碎块 才形成了土星的环的 苏梅克列维9号灰星就是在1992年经过木星时 被木星引力撕成了21个碎块 在1994年坠入木星大气层的 撞下了木星的南半球 其撞击所造成的威力等同于6万亿吨天体炸药的爆炸 形成了灰星造木星的天文器官 由此可见 洛西极限可谓是宇宙天体之间都要保持的安全距离了 那月球对于地球安全吗 它会不会有一天也真的和地球相撞呢 其实月球对于地球来说是一颗过于巨大的卫星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太阳系当中 所有行星的卫星在比例上都是比月球要小得多的 所以如果月球真的突破地月洛西极限时 即使被撕裂成为碎块对于地球来说 其砸下来也是一颗巨大的天体了 但是我们完全就不必担心 因为据科学家观察 月球不但没有离地球越来越近 反而在以每年大约3.8厘米的速度渐渐离我们地球远去 这是为什么呢 它跟一样东西有关 潮汐力 我们都知道月球总是用不变的一面来朝向地球 我们永远看不到月球的背面 这就是潮汐力所引起的潮汐锁定了 其实地球也同样会受到月球以及太阳的潮汐力影响了 从而渐渐放慢自转速度 于是月球所受到的相信力就逐渐减小了 那么它离地球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了嘛 所以我们赶紧去珍惜月球此刻的样子吧 因为以后每一天你眼中的月球都是最大的一天了